国道1号系纸交流道增设南路扎道通车仪式上 包括行政院长陈建仁、新北市副市长朱涕之 立委赖平云以及新北市议员廖先祥、白佩如、周雅玲、张景豪等议员都前来参加 主要是因为事后地区居住人口多、车流量很大 要上中山高都经常塞在西湾路上 所以这几年来地方一直希望能够从康宁街行政扎道街高速公路 现在完工通车可以节省20分钟的路程 在合格的时间内就能够完成 确实高工局在这方面贡献相当的大 那当然我也完全同意 任何的交通的建设一定是中央地方来携手合作才能够完成 我们打算把康宁街一段二段的一个部分 要先做拓宽 那拓宽以后增加一个 由汐止交流到南路渣道里面的一条道路先做好 那同时要谢谢部里面这边来核定这个南路渣道的一个工程 真的等了好多年现在终于通车 包括康宁街、伯爵以及福德一路、张树、二路底一带的居民 要上高速公路从康宁街南路加道走不用再绕远路 疏解社后以及锡止大同路里门街的车流 那过去如果我们要上国道的话 其实基本上都是要绕一大圈 从西湾路然后到里门街才能够接上国道 那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这个交通真的是主演越来越涌色 越来越普遍 那所以其实这个工程真的对我们在地非常重要 那后来也蛮快的 我们在2021年8月的时候就开始动工 那也很感谢就是在经费的分担上面 因为我们整个总计划是4.98亿 那我们这边我们新北市府这边是负担6千万 那交通部这边是负担4.38亿 然后也很感谢就是说这个工程很快的进行 在前年8月开工采取博洛敦的横架桥 同车仪式上由来宾们进行检采 宣告康宁街接中山高的新增南路渣道 正式同车 就成惠林 细子采访报道